304章 拿出灵药 墨田哥点头 这倒是洞府小又洞府小的好处 顿了顿他又问 师父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这问题让秦夕的笑容收了手 这事一时也挤不来 过两天我们还得去见见师父 这样吧 徐天静的事不便说出来 但我们可以先拿出几种丹药给师父看 告诉他 我们在天魔山寻找了许多灵草 这样的话 师父就会相信我们有能力帮他 到时就会告诉我们 师父有丹药可以治他的伤了 嗯 墨田哥赞同 那水灵波呢 这问题却把秦夕拦住了 老实说 我们见过有人身受这么重的伤 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门内也有几位衣袖 对伤识可能比较清楚 不如我们寻他们来问问 哦 对 经他提醒 墨田哥想起 颜远芬那位矿主师兄和他那家子 找个时间去问问好了 这两件事都是急不来的 眼下倒是有件事得跟你商量 嗯 秦夕看着他有些无奈 我结阴的意义对师盟不一般 所以正阳师伯传训说 要举行结阴大典 另外 我们虽然已经历过雪势 也结为夫妇 可也应该补一下双修大典 别 墨田哥立刻直觉 而后看他不解的样子 低头解释 结阴大典 您自己做主 双修大典 可不可以就散了 我实在不喜欢那样 秦夕略想一想 便点了头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不喜欢那氛围 这样好了 到时跟正阳师伯说一声 在结阴大典上宣告一声 也就是了 这主意 墨田哥倒还接受 也就不说什么了 秦夕的结阴大典 正阳道军 原本打算像上次 玄音道军结阴一般 大死草版 但秦夕拒绝了 他认为 既然玄清门 身世日盛 天道宗 日渐衰落 他们若是 还像上次一样的 大死草版 未免有些甚其连人 让人反感 倒不如低调一些好 这样道军考虑之后 接受了 玄清门 从来就不是高调真胜的门牌 还是清和一些好 而墨田哥得知他的说辞后 暗自好笑 什么气势凌人 惹人反感 说到底 根本 就是他嫌麻烦 不想应酬别人 不过这样最好 到时 他少不得 也要出去见人 他也怕烦 得知他安全回来 门内的朋友们 都发了问候的传讯符 其中 洛芬雪 还上门拜访 十年未回 他从洛芬雪口中 又听说了许多的八卦 首先就是那位白燕妃师弟 娶了吴师姐之后才发现 这位吴师姐 虽然温和敦厚 却是个倔强的脾气 总是管束他 惹得他厌烦不已 偏偏他师父 这样道君 又护着吴师姐 叫他无可奈何 说到这件事 洛芬雪 心灾乐祸 毫不客气地笑话 这位白师弟 活该 至于那位 失情失意的姜师妹 这几十年 过得却极好 他资质本也不差 这几十年前心修炼 居然一举 从筑基初期 冲到后期 这样的速度 在整个天际都少有 若是他以后 修炼顺利的话 也许一百五十岁左右 就可以结成金丹了 而那位白师弟 至今仍未筑基圆满 眼见他瞧不起的 姜师妹都赶上了自己 也不知后悔了没有 对于这件事 洛峰雪如是说 依我看 姜师妹幸好没嫁他 不然就没有今日的成就了 吴师姐也是可惜了 现在天天为他打理杂事 修炼的时间都没多少 哎 洛峰雪在女弟子间人缘极好 吴师姐性格温和 想来与他关系也不错 越过这件事不谈 几位老朋友 目前都还不错 在这十年间 林颖峰的矿主师兄 已经结丹了 粗略算算 莫天歌初始他 也是将近七十年 那时他也是筑记后期 修炼一直顺利 结丹本就是早晚的事 倒是叶金文比较可惜 尝试过一次 结丹未成 不过他年纪还轻 才一百岁出头 根本不必着急 十年没见面 洛峰雪说了许久的话 才离开 最后促小的恭贺他 天歌 我还没恭喜你呢 生休的感觉如何 莫天歌被他笑得不好意思 想怒的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什么秦师兄 你也跟着一起骗我 洛峰雪文言大笑 是你自己这样认为的 我顶多就是没成亲而已 可不是我骗你 对 明知我被骗了 还跟着一起瞒我 莫天歌哼哼 好了好了 洛峰雪笑够了 来搭他的肩 收剑师叔带你回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不过 事到临头 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可真是个好运的家伙 莫天歌 莫天歌却也笑 同样的 他也是个好运的家伙 洛峰雪一愣 再度大笑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 行了 你要办洞府 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这就先回去 以后有空 记得找我聊 嗯 莫天歌起身 将他送出门 离开他的洞府 洛峰雪 飞上半空 低头 正好看到莫天歌 将情绪引进去 不禁叹了口气 看样子 二师姐 必定要伤心了 不过 回想天歌那一句 他也是个好运的家伙 他觉得 无关资质 无关身份 这也许就是二师姐 不及天歌的地方吧 洛峰雪一走 秦夕就来了 立刻问他 什么时候办 听他这迫不及待的语气 莫天歌笑了 这么急做什么 我又不是不白 秦夕毫不避讳地说 我想你 两人虽然早已亲密无间 听到这话 莫天歌 还是微微红了脸 好了 只是唐 已经把事情办妥 我这就可以走 秦夕也喜出望外 牵了他的手就走 那走吧 哎 莫天歌无奈 还有其他事情呢 秦夕也睁大眼 你不是说 都办好了吗 还有什么事情 他一脸的怀疑 显然觉得 这是他的推托之词 莫天歌 莫天歌又是气慢 又是好笑 其实回去做什么 那些事情 自有执事堂来办 现在天还没黑 正好 我们也去看看师父 哦 提及静和道君 清晰收了怀疑的神色 问他 我们拿什么丹药给师父 莫天歌 莫天歌稍微想了想 九转年新丹 太清金丹 太一润脉丹 这些都可以 另外 我们再带两个无花经果过去 无花经果摘下不久就会枯萎 这个 是不是不太好解释 莫天歌笑 有什么不好解释的 你也是原因修饰 用点手袋保存一年半载 不成问题吧 清晰想了想 说的是 如果用大量灵气将无花经果包围 再用特殊的俘虏封印 虽然不能保存很久 但一年半载 是没问题的 这段说定 两人仅需听进准备了一下 虚天尽美 有两棵无花经树 其中一棵正是结果的时候 这东西对原音以上修饰才有用 莫天歌还是结丹起 秦夕也是刚刚到达原音起 一直都没有采摘 这两棵无花经树 都有数万年的树林 这是一种比较长寿的莲树 每百年结一次果 每次只会有寥寥几颗 他们小心地摘下 用玉盒装好 秦夕又花了些手段 才将灵机分住 随后 二人出了虚天静 相邪 前去上清宫 剑河道君 仍然在闭关市 而且这一次 镇阳道君也在场 看到他们过来 镇阳道君一脸慈祥地笑 守经 秦威 你们怎么来了 还会举行结音大典 秦夕与天歌一般 仍释怀 镇阳师伯 好 不必多礼了 他们的礼才行了一半 就被镇阳道君拖起 秦夕这一结音 最乐的人 倒是这位镇阳道君 莫天歌与秦夕起身 又与镇阳道君建立 师父 镇阳道君 今日精神还好 笑道 起来吧 平日里 远没见你们两个这么多礼 成婚了 就是不一样 听他这般调侃 莫天歌心中定了定 看样子 师父今天情况不错 都会开玩笑了 他们没来之前 两位原音道君 也不知在说什么 莫天歌与秦夕落走之后 难道是镇阳道君先问了 守警 秦威 你们二人 有事吗 秦夕打道 我们来看看师父的情况 顺便问问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哦 是这样 镇阳道君点点头 颇为欣慰 你们有心了 你们师父的伤 不会伤及性命 这一点 不必担心 是 秦夕看来看 镇阳道君 问道 镇阳师伯 那师父 有什么丹药 可以医治师父的伤 丹药倒是有几种 不过 所需灵草 着实不好找 唉 如今 人世间少有天才地宝 我们原因以上修饰 几乎都吃不上胆药 这十年 也只配出了 树莓疗伤的胆药 听得此话 莫天歌与秦夕 交换了一下眼色 秦夕 曾乾坤带 取出了两个玉盒 向两人说道 师父 镇阳师伯 这次去天摩山 我与天歌 算得上因祸得福 在其中 得了些宝物 你们看看 对师父的伤 师父有用 哦 两位道君神色惊异 清晰的眼光 他们是知道的 他说的是宝物 必定珍贵 镇阳道君接过 听得清晰在旁说 这里是一些丹药 我们得到的是些灵草 不宜宝层 都炼成了丹药 这里是三枚无花经果 幸好 我也结成原因 否则的话 也无法带回 无花经果 两位道君都是一阵 别子看了一眼 镇阳道君将那丹药盒 放到一旁 看到这个玉盒上 灵气弥漫 小心翼翼地 将上面繁复的福禄 接下来 盒子掀开之后 两位道君 历时倒吸一口凉气 玉盒内 躺着三枚金色的果子 果皮是没有一丝 杂色的金 一掀开盒盖 就闻到一股 清甜的香气 无花经果 镇阳道君 深吸一口气 喃喃念着 不错 这就是无花经果 看着橙色 那棵无花经树 最起码有万年了吧 原因休时 毕竟是原因休时 只看了一眼 便判断出了 这无花经果的脸色 镇阳道君 却是看了许久 才吐出一口气 砖头问秦夕 你们发现的 那棵无花经树 在哪里 科技的方位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